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回来科学新知的第四节 第四节可以称为一个科学奇闻 但我亦觉得这个消息挺有趣 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奇闻 话说是这样的 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但刚刚最新近这次 又引起了大家的医学上的关注 有一位应该是50多岁 居住在多伦多的女士 她经常都觉得很坏 很辛苦 有种喝醉了酒 嘔心的感觉 不舒服到一个地步 已经叫白车去七次急症室 每次她老公有心陪她送她来医院 接着医生也换了很多医生 去得急症室 也不是每次医生的医生 就问她 你这样喝酒就不行了 你那些血液入面 这么重的酒精浓度 最惨的就是很危险 你的酒精浓度 已经超过了人的正常范围 即是随时酒精中毒的情况 所以搞得这么坏 你便戒酒吧 不可以这样喝酒 然后她老公和这位女士 在北約二同学说 不是呀 我们不喝酒 我的血液入面这么高的酒精 究竟是什么事 我不知道 医生很难相信 一个人不喝酒的血液入面 这些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说的是几年前 在美国那里还活着 有另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 在高速公路上 被人截停车来吹波仔 又发觉酒精超过飙 这就惨了 你当场断正 而且酒精浓度 估计以那个酒精浓度来看 似乎她在过往一个小时之内 应该喝了十杯啤酒 即是很瘋 然后你也去驾车 就说她有危险驾驶 醉酒驾驶 就要告她 当然了 这些事件到了法庭 你跟法官说 不是呀 我没有喝过 你拿出什么证据呢 由此 她也要杀有介事 特意去找医学的证明 找医生去证明她 原来发觉 无论是这个 最近在多伦多的这位女士 以及几年前 那个在美国高速公路上 被人抓去吹波仔的那位先生 他们有同一类的疾病 就是身体会自己釀走 自己产生酒精 你说这个是多划算 你本身就算不喝酒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身体里面就开启了一个 让酒的机能出来 你一方面就是 你已经不喝酒了 但是你的身体就懂得 将你吃下去的食物 发酵 会出了酒出来 结果又要你身体的肝脏 自己去解回去 自己让酒 自己解走 但是最惨的是 如果这个情况太活跃的时候 就变成了经常醉酒 持续醉酒 严重来说 其实你也知道 如果长期的浓度很高 是真的可以取命的 所以这里就原来 介绍了一件事 叫做一个很罕有的奇闻病症 一种叫做 身体自己釀走的病 我都不知道 如果用英文的学名 应该怎样去说 他虽然有提到 但我看完 我都不可能会记得 又是了 就发现到 当这些案例 一直搜集得越来越多 再数到2013年 原来比利时也有另一个案例 又是找到有个男士 又是身体会自己让走 在这里 开始这个题目之后 大家就想 这些病症是怎样来的呢? 究竟在哪里出事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人在这样的时候 怎样医治呢? 就是万一 我不知道 原来香港也有人有这个病 的时候 你去驾车就很麻烦 你怎样跟阿sir解释 甚至乎这些人 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病 我会说 根本就不适宜去驾车 因为就算你不喝 但你自己身体会让走出来 你的客观效果 都是你会醉走在驾车 都会令到自己 和别人有危险 所以更加实际就是 你怎样去证实这种病 和如何去找到医治的方案 在这里来说 要提到2013年 在比利时的那位叔叔 他发现到 原来他的病症的根源 就是在肠上 他的肠上大量繁殖了 真的用来让走的酵母 我们知道正常用来让走的 就要有酵母 但很差不差 就是那种酵母 竟然在你的身体内 找到一个适合的居所 于是乎 有那堆酵母 你不吃饿的时候 便没事 但是你一吃饿下去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 你听过一些让走的故事 就是你要有一些 糖化了的穀物 或者是果实 你可以用果糖 或者是用一些麦芽糖 葡萄糖 这些 再加一些酵母 就变成了酒精 这个让走的过程 所以 一只手张拍不響 你只有糖 你不发酵 变不到酒 你只有酵母 没有食物 让酵母吃 又不会有酒 所以那些病人 你会发现最痛苦的是什么 是他身体自带了这个酵母之后 他吃完食物 一消化之后 就大量产生酒精 即是一吃完就醉了 就醉了 然后就是 你又不可以不吃饿 所以你每次吃饿的时候 就要捱住 而且往往这些病人 都有饮食习惯上 有些共通点 就是很习惯一些 很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令到身体不注意 就是有机会养住这些酵母 当然你说这些酵母 如何吃下去呢 我也见不少有人 是会特意吃酵母片 我觉得这样吃 令到饮食健康些 帮助消化些 当然 我们亦都假设 这些酵母 是不可以在我们身体上 安全的 他们可能会被我们身体 消化分解了 所以就会不影响我们的身体 但是如果有个别的酵母 像这些 他还是会让走的 那出来就麻烦了 于是在比利时的例子里面 由于他在肠子里 已经找到那种酵母的存在 所以立刻想到 柱方对症下药 找到一种 专杀这种酵母的药 让他吃 令到肠子 杀了一转之后 就失去病症了 但是在刚才说的 在多伦多的女士 很有趣 她不是在肠子里出现 大约在胆子 比较高的胰壮 胃的位置 寄生了一堆 微生物在这里 我也记不清楚 到底是否有些酵母 原来在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份 你可以寄生 整个消化度 微生物的生态 是可以不同 有一些东西 发酵 只能找到适合环境 就在那里发生了 如果通常胃就不是 胃酸碱度的环境太极端 但是一出了胃 到胆管 胰壮附近的位置 又未完全落到大腸 原来在那里寄生了一些酵母 又会有这种病症 所以现在 看到这几个案例的时候 大家已经存在了 如何去医治这些东西 原来当然 你要首先去中菌 然后知道是哪个菌 之后就对症下药 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 要如何去预防 原来很多时候 这些例子里面 很对应一种 一种很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一般正常人来说 不像会容易获得到这种病 如果正常饮食 有几种不同的营养 去齐的时候 那你就不会容易 有这种酵母 亦都种在这里 好像你的鱼光 鱼一样 你近些换水 或者是你的生物多样性 不同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容易 这么极端 有一种就零零射射去寄生在那里 所以可以说 你的饮食上比较均衡 然后譬如 当你省了一次整个长度之后 然后你重新去种菌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种菌 在那个消化系统里面 又可以是另一种手段 当然 就牵涉到那个介入程度就大些 那么疗法就是麻烦些 贵些 所以如果简单一点 知道你的菌 现在有药一吃下去 就搞定的 那就没那么痛苦 那在这里又要提一提 其实由这个题目那里 你可以看到那种 人类消化系统的 微生物生态 那种奇妙的地方在这里 有些就是益生菌 令到你消化吸收得好的 有些就是有害的 多数作用之后 就产生一些有害有毒的东西 那些就不是益菌 是吧 通常益生菌 最后就产生那些乳酸菌 就拆出来的乳酸 那对你来说 吸收也不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些营养来的 但是那些如果出了毒素的东西 那你最后的人 你就需要 你那些毒素 未排得一次出体外的时候 但是就进入了 给你身体吸收的时候 就令到你身体骚髒一些 所以就是说 那些便秘 大便不畅信 那你就多了一些 有养到毒菌的东西 于是那些毒菌就多了 就好像这个 当开玩笑 自己会让走 这样出来的 其实我会说 都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但是这次有趣的是 出来的是酒 主要是 应该去说的是月醇 如果好说不好听 有些出的 不一定是出月醇 可能有些酵母 是出其他的碳水化化物的氧化物 除了我说 会不会是甲醇这些情况 其实在长度上 那些屁股 你沼气多 也有多机会 变成甲醇这些东西 那些就代表着 真的对身体有害的毒素 那就尽量要去避免 所以简单来说 一般人就不会容易 避免这种身体自酿的病 只要饮食均衡 然后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长度生态 你知道是保持健康的生态 照计就会没事 暂时也看回 好像香港来说 也不是说 看到有人会有这种病 但是 如果有的时候 也一定可以参考 这次的病症 这一节就来到这里 我四节的科学新枝完成 下一节就继续有科学回忆录